十多年前,一位男青年小琪因为机缘巧合来到了一家当铺 但是,她进的这家当铺并不是一家普通的当铺 而是一家一般人无法轻易进来的命运当铺 几年前,小琪创业成立了一家公司 刚开始,她的公司发展得很快 但是到了后来,公司开始常年亏损 眼看着资金链马上就要断裂了 公司快要垮了 小琪着急地焦头烂额,仇心不已 她想了许多办法,四处借钱,到处融资来做周转 但是,她一无所获,没有筹来所需资金 她周围的人都一致认为,她的公司马上就要破产倒闭了 而且,她还会负债累累,背上沉重的债务 此时的小琪是走投无路,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一日,在一位高人的引领下 她走进了一家外人无法轻易进来的当铺 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当铺 而是一家命运当铺 她见到掌柜时,激动不已 声音颤抖地对掌柜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境 她对掌柜说,愿意用自己的杨寿来换取公司运营所需要的资金 没想到,掌柜认真听完之后,严肃地对小琪说 琪先生,并不是所有人的命都是值钱的 我们看了一下 即便是将你未来所有的杨寿都拿过来 也就是你现在立刻死掉 也无法换来 足够支撑你公司所需要的资金 小琪听后 当场愣住了 她的精神也一下子垮掉了 她在椅子上待坐了许久 之后,小琪双眼含泪,目光呆滞地起了身 然后礼貌地向掌柜鞠了一躬 打算离去时,当铺掌柜叫住了她 小琪先别走 我们刚刚又仔细查了一下 发现你大学刚毕业就开始创业了 你那时开了一家小饭店 陆续聘请了十几个人 但是,你所聘用的员工 却合起伙来坑害你 不仅在采购时 故意提高价格 而且平时 他们还肆意侵占饭店内的食物 酒水等物资 所以,不到一年 你的饭店就倒闭了 后来,你又去创业 做贸易公司 你也是被自己公司的员工坑了 损失很惨重 这些都是忘恩负义的人 你可以把他们的名字都写下来 然后,借他们三代人的好运 这样,你就能好起来了 小齐听了,不解地问道 谢谢您,大掌柜的 他们坑了我,是他们自己的错 但是,我为什么要拿走他们后两代人的好运呢? 掌柜答道,中国有句古话 人要积福,不仅是为自己积福 也是为儿女积福 反之,如果一个人做了缺德的事 是会连累自己的下一代 甚至二代,三代的 没办法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孽 你写下来吧 小齐犹豫了一会儿后 便在当铺的纸上 写下了二十多个人的名字 写完了后,他又问掌柜 我还想写两个人的名字 他们是我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他们对我使用过非常狠毒的招 毁过我 掌柜说道 这两个人你先不用写 因为他们不是从你手里拿薪水的 不能归于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的行列 恩将仇报是这个世上很大的罪过 是会祸及那人的子孙后代的 小齐听了后说 我明白了 大掌柜您说的对 小齐回去后 他的运势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不久之后 他不仅获得了融资的救命钱 而且 得到的融资数额 居然比他想要的 还要多了很多 从此 他的事业起死回生 并且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几年之后 他的公司还成功上市了 他也成为了知名的优秀企业家 一日 齐先生又来到了那家命运当铺 他对掌柜说 两年前 有一个他开饭店时的员工 隋某来找他 隋某为了见他 在他公司大厦的门口 等了一个多星期 在出事了当年他与齐先生的合影后 公司保安才通报给了 齐先生的秘书 齐先生犹豫了一会儿 决定还是见一见这隋某 隋某刚走进 齐先生的办公室 便对齐先生拼命鞠躬 并嚎啕大哭 说他对不起齐先生 刚开始 齐先生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以为他只是在演戏 隋某哭了一会后 对齐先生说 齐总 我对不起您 我今天来找您 只是向您道歉 没有其他的诉求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我心里都非常不安 想当年 您对我们员工都很好 但我们却忘恩负义 人做了亏心事 是会一直内疚不安的 此事折磨了我近二十年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心神不宁 我还认为 我身体的许多病痛 都是因此而患上的 您看 我比实际年龄要显老 十多岁啊 还有 有一件事 我要对您说 十几年前的一个午夜 我那四岁的孩子 突然在半夜嚎啕大哭 而且胡言乱语 我们怎么安抚他都没用 他大哭个不停 等到第二天 他醒了以后 我们问他 昨天半夜是怎么了 我的孩子说 昨天晚上 他看见了两个很可怕的黑衣人 走进了家里 他很害怕 问那两个黑衣人 你们是干嘛的 黑衣人说 我们是来收取你们家三代人的 好运的 我们听了后 以为小孩子是胡言乱语 瞎说的 没放在心上 但是后来 我一直过得很不顺 我的孩子也一直过得很不好 现在我知道 这是我应得的报应啊 习总 您现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一定是有上天的力量在帮助您 这也是您善有善报 现在 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马上就结婚了 但是那黑衣人的话 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 我们都在担心 害怕 我们的第三代 也就是我儿子的儿子 也会过得不好 所以 如果有可能 我们请求您 帮我们向上面求求情吧 我知道我错了 我会悔改的 说着 他从身上拿出了五千元钱 递给齐先生 说道 习总 这些是我当年坑您的钱 现在我把它还给您 我知道 这点钱对您来说 不算什么 但是我还是要还的 习先生收了那五千元钱 并让公司的行政经理 安排孙某住在了自己的酒店里 给孙某免费食宿 还给他订了回家的机票等 并交代孙某所在省份的 自己分公司总经理 给孙某的儿子 安排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现在 齐先生又找到当铺掌柜 恳请掌柜将孙某的名字划掉 齐先生说 我决定原谅他了 谢谢掌柜 大掌柜尊重齐先生的意见 便将孙某的名字 从齐先生的当票中划掉了 所以 忘恩负义的事一定不能做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不但祸及自己 还会祸及自己的子孙后代 如果曾经做过这些事 就要像孙某一样 尽早地去道歉 弥补 并赔偿别人的损失